大陸的陳晶 金色的金額東城 對上的是香港的陳仁傑 目前陳晶是13比9 領先到有4分 這是第一局的比賽 陳晶這位選手 雖然他的打法 跟中國大陸的一哥林丹 算是種然不同 但事實上他也是在整個 中國男子羽球單打的部分 單打也是被評估 搶到牌子的前三名選手 是 這個球 陳仁傑這個球 起拍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因為大陸它最主要 中國大陸對這個牌 他們也都是會有雙保險 有雙保險 他們也有雙保險 甚至於說 他們曾經 因為你像林丹今年的2010的世界盃 世界盃級標賽 林丹就輸掉了 輸掉了 結果他們還是曾經能夠點得下來 是 所以甚至有可能這個 金銀牌都是他們的也不一定 15比11 現在中國大陸的陳津領先有4分 好 好 反正在中間 那個球打到他右手邊 完全好像無法移動 對 好 但是他看起來 起跳起來 似乎就是沒有鈴鐺那麼高 好 但是他打的位置 就是很巧 是 開個玩笑 跳起來沒有半塊豆腐高 好 沒有那種由天而降的 那種高度 都是如來生長 從天而降 掌法 其實像這個球 其實陳恩傑他也掌控得非常好 他先把這個球逼到 曾經的緩拍 再製造他一個突擊的機會 那羽毛球有像網球那樣就是 正手拍跟反手拍的 有時候有些選手差別會很大 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羽毛球的反手拍跟正手拍 當然差別非常大 因為你幾乎來說 你很少看到用緩拍在做攻擊 但是你網球的話 你可以用雙手緩拍還是單手緩拍 還是可以抽 你要想看有時候輝豆瓏 在比賽的時候 他反手並不比正手拍還好 並不比正手拍還要差 所以那羽毛球如果真的 像是把球放到位置很精準的選手 拼命攻你的反手的位置 那也不見得是對的 因為打羽毛球 它最主要的就是說 你必須要隨手跟對手鬥志 你必須要把對手調動他的位置出來 所以你老是打一個地方 那也沒有用 也不能每一球都逼的對方 是必須要反手去 你假如說你每一個球 都攻他的反手拍 到最後對手他一定會了解 你攻我反手拍 所以我就守我的反手拍就好 所以你必須要有時候 你要攻他正手拍 當然正手他會比較好打 但是如果到最後你再來 中演你再來打他反手拍的時候 他會造成說他到底要守哪邊 甚至於有的選手 像剛剛那個跟蝦蝦翼打的那個 那個卡紗布 他有時候他跳起來跟你打長球 是 所以你造成那個蝦蝦翼 他身體的不平衡 所以到最後他跳起來 到底是要殺 要攻 還是甚至以他會切球 混淆對手 就有機會 對 得到分數 往前這個球沒有能夠掉 掉起來 香港的陳仁傑有失誤了 非受破心的失誤 現在曾經第一局 分數已經來到了18分了 18比14 你先有4分 到21分 這局就結束 這個 哇 這球救起來 還有 這個是一個手腕的假動作 嗯 結果曾經刷球出界外 陳仁傑得分 15比18還有3分落後 我們之前的轉播也特別有提到了 在羽球項目在台灣其實從事的 觀眾啊 滿多的休閒性的一個運動 嗯 場地的部分的要求 雖然還是必須在室外 你在家裡算你家很大 200坪 100坪 沒有 現在我們一般來說 它很多像體育 各 像台北市的話 運動中心 運動中心 還有學校 很多 室內的體育館 它幾乎來說都是在打羽毛球 都是在打羽球用的 而且大部分內都有開放 不用太多錢 對 因為它不用說你租一塊籃球場地 對啊 那就是你租一塊一個晚上 有時候三四百 一個小時三四百 一般來說 還是大家能夠負擔得起 對 幾個人分享 分攤一下 去運動運動 而且室內的不用吹風 跌倒在地上也不會刮破皮 這樣子 而且現在台北市各地區 都有體育活動中心 對 體育活動中心 它有的沒有籃球 但是它一定有一球 有羽毛球 都一定有羽毛球 現在是一個擦汗喝水的時間 但是時間並不長 不會超過三十秒 對 而在這個團體賽 中國跟香港的比賽 因為團體賽也很妙 他們是五場 五個點 前三場都是個人賽 都是單打 對 都是單打 不是雙打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假設一伏一伏 中國直落三的話 雙打都不用出賽 這樣又可以節省體力 對 已經來到二十分了 這個橘墨點已經浮現了 它沒有很花俏的動作 但是手腕的波動 就是非常的直接 對 所以最主要的 它速度就會非常快 沒有太多身體多餘的其他動作 對 沒有多餘的其他動作 成仁傑 但是這一個回馬槍 打的角度非常好 是 還是掉遠球 對 然後刷下去 哇 借外球 二十比十八 成仁傑苦苦死守住那一分 最主要曾經這個球 他可能就是要把這個球的質量 推得更好一點 所以 他才最後 推到最後 就是到了場邊的借外球 這個是以前的 也是大陸的國家隊 夏仙哲 哇 好大喔 這個回球掛網 這個殺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物 把這一局整局的就這樣子把它送掉 對 二十一比十八 中國大陸的 曾經打敗了香港的全仁傑 在這第一局的比賽 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看第二局